FH有經驗 對 實務經驗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國民黨這樣搞下去 真的是一笑大方 然後這些立委呢 因為他們可能以前在立法 在市議會質詢 也沒有人什麼轉播 除了我們看這兩天 系統市議會 終於有SNC車 以前也沒人管 所以這一次 你跟基隆市議員打得很嗨 終於被成為全國焦點 其他這些市議會 什麼桃園市議會 也沒有人去採訪 所以像什麼劉許婷 他們過去想說 反正我隨便直訊也沒差 就亂講話 那講話現在被播出來了 對不對 真的是大家覺得慘不忍睹 這位崩小林 他當過NCC的委員 他是馬英九的愛將 2008年馬英九提名 當NCC委員 他是新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的副教授 他不會不懂法律 他還開過憲法的課 他選課上面有寫憲法 我都覺得說過他憲法的同學 德國什麼法律書博士 慕尼黑大學 法學博士 他先生是誰 他先生是前任大法官 陳春生 他先生跟他應該是班對 因為都是中心大學法律系 都是去慕尼黑堂的博士 他先生是2008年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 你這些問題問問你的大法官老公 真的是質詢是以上對象嗎 搞清楚好不好 他臉書堅持還是不認錯 他有這種司法人的傲慢 你說他的瘋鼓或者傲慢看你怎麼解釋 但是我就覺得你今天錯了就錯了嘛 你這麼多學生看到老師這樣硬拗 我覺得第一個對你的學生情何以堪 這個清華大學是我們台灣 數一數的大學 你的學校是科技法律研究所 因為清徒是科技重鎮 在台灣都是被受大家尊敬的 結果你到今天你硬拗 硬拗算你還不承認 我真的覺得很可悲 據了解他因為卸下NCC之後 他跟高玉仁的關係非常密切 對 所以前年的時候 高玉仁還力挺他選新竹市市長 結果還好國民黨後來沒提名他 那他跟這個二十一市基金會 這個清徒關係匪淺 二十一市基金會是 時常到中國去交流的 而且他還曾經為望中集團 在很多媒體發聲 所以他的色彩很明顯嘛 就是藍營嘛 然後再來就是高玉仁嘛 就是朱立倫力挺 所以為什麼他真的會在 不分區安全名單 是不是因為前年 本來要提名他 希望他當這個 去選新竹市長 結果沒有被提名到 這次投桃報理 給他不分區 對不對 那我必須要講了 現在這個翁曉林 現在知名度大開 明年可以去選新竹市了 代表國民黨選新竹市市長 搞不好你會遇到另外一位 科技法律的教授叫做林志傑 有可能喔 林志傑是陽明交大 也是這個科技法律研究所 兩個科技法互相PK 三個博士還有高昂安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范老師有關黃國昌部分 好像也是支持 這個國民黨所這個提案 那特別還有什麼調閱小組 那黃國昌自己 好像也是學者出身 那看起來他們對於 法律的見解很奇怪 都因為現在顏色不同 然後也跟著轉變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樣的話 對他們的過去長期以來的 不管是他們的學術的研究 或他們的立場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諷刺 明明就不能調閱 那你要成立調閱小組要幹嘛 你這個調閱小組不能調閱 你成立是要幹嘛養蚊子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高清素媒嘛 簽名囉 有簽名嘛 這個是要丁什麼丁什麼 丁學忠 就是有三個人簽名嘛 他要提案 我覺得國民黨要為他背書嗎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就是笑掉大牙了嘛 所以因為他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你根本不能調閱 要調閱什麼 你根本不可能有相關的資料嘛 司法機關也不可能把資料給你啊 那你要用立法權去傷害司法權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啦 有這個國民黨 有國民黨的部分區 要把立法權要凌駕於各權 翁曉玲要立法權獨尊 然後去欺壓其他的視權 行政司法考試監察都在你之下 然後現在竟然要干預 要成立這個調閱小組 要要去侵害司法權 我真的覺得這個書不知道讀到哪裡去 是這個藍白一舉得國會的多數 就開始要將自己的權限權力 這個推到頂天嗎 然後原資怎麼看 這個藐視國會罪啦 真的要這樣推嗎 我們現在不只是藐視國會罪啦 其實現在是有國會無法嘛 就是包括聽政權 改革 包括聽政權 然後包括調查權 然後包括藐視國會罪 然後院長副院長的記名投票 還有一個就是總統到國會報告常態化 這個有五個法 一整套的 有五個法 就是一起推出去啦 那主要的目的當然就是 希望能夠達到權責相符 表示國會我覺得兩個問 那官員不嚇死了 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官員他不可以在背詢的時候說謊 因為我們常看到就是 有一些官員他在背詢的時候 他就說謊 然後說謊之後 最後就拍拍屁股就沒事了 是立委質疑的內容是有問題的 是不時序 也是謠言呢 那個立委的質疑就是負政治責任 就是說他講的被選民罷 立委政治責任就好 因為監督這個本來就是你不能說謊 你今天比如在司法上面 如果有一個案子有人去作證 他違證的話 他是判十年以下 那現在我們國會如果聽證權的話 官員如果作證 然後結果是說謊的話 是三年以下 你今天都已經來聽證會了 聽證會就代表說是 美國也有聽證會 聽證會代表這個事情已經很嚴重了 請你來作證聽證 你還說謊 三年以下 那我們舉個例子 因為高金就說 現在都缺電 陳建人跟你說沒有缺電 那現在到底是 那要聽誰的 明明這個就現在沒有缺電 高金硬要說他資訊正確 那誰判定 憲政的設計上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叫做言論免責權 就言論免責權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是你說錯 你說錯了 你都不會有刑責 為什麼 他就是要讓民意機關 在權力上面有一個很強的監督力道 不要造成寒蟬效應 對那如果說現在譬如說 那藐視國會不會對官員有寒蟬效應 沒有 官員就不要說謊 不要說謊 你如果說你是資訊掌握錯誤 那你就沒有說謊問題 因為沒有犯意 可是你明明知道說有的東西 你硬要說沒有 你在背詢說謊 這本來就是不能夠允許的事情 那我覺得現在這剛剛提出來而已 三黨都有不同版本 我覺得可以大家慢慢討論 因為現在只是說程序委會 把它排到議案而已 我相信就是每個東西就是越變 大家會越清楚 來 民鳳怎麼看 這個國民黨要推的 這會讓人家覺得 這個天啊立委的權力 已經大到頂天 到這種程度嗎 這每次都罵行政權獨裁 這國會不是獨裁嗎 這個325號的釋憲 所謂的立法院調查權 他只是調閱這個行政單位 公佈的單 公佈的這個文件 可以調調查 他並不等同監察院的調查員 調查權可以調遇 調人 調公務員出來 這個這個詢問等等 然後更不是像美國那種聽證會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整個國 國民黨呢 你最好去把憲法看一遍好不好 怎麼樣的一個立法的意志 什麼東西都搞清楚好不好 你隨隨便便就把國會的 或是長 或是行政院的人抓去關 你是像話嗎 我覺得老百姓可能 可能會這個 會同意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演一出一 那種很荒唐 很荒謬的戲 譬如說有人在講說 我知道有一個陸配的小孩 然後覺得他的媽媽不如外配的 他覺得心裡面就很挫折 像那個小孩在哪裡 這個算不算謊話 這個算不算謊話 有人在國事會議就講這個陸配 跟這個外配的小孩什麼 就覺得很委屈什麼東西 不是真假 這不是真假 這小孩如果是假的 那要不要除以這個刑法呢 然後你這個明明就是一個 我說實在的 明明這個立法跟行政 他是平等的監督權而已 監督權而已 並不是管轄權 他竟然講成上下的監督 上下是管理權 不是監督關係好不好 這個東西 虧這位小姐 還是這個法學出身的 我真的是聽得快要昏倒了 然後這個所謂整個 這個就是荒腔走板 那有人就是莫名其妙 像富貴 富總召 富總召這麼偉大的人 突然為了議題 陳建人說 我們臺糖的豬是什麼 哪一年前都是一頭三公斤 什麼的 然後到了哪一年 突然多一公斤出來 那請問一下這一公斤 是從哪裡來的 陳建人要怎麼回答 然後在旁邊 不知道那一公斤哪裡多出來 然後那只是他的平均值 那陳建人就說 你看你那排數字 那個前面也有3.9的 那不是算3 那是接近4的 豬板就有大小 那你這問題去問陳建人 你不會笑死人了嗎 然後有個立委 富貴還是資深立委 然後他就說 你是把美豬洗白到台糖的豬 那我覺得你這種方法 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你那排數字 並沒有差很多 3.9跟3.2跟4.1 有什麼差別 哪裡從哪裡多一口 所以那豬的問題 羅廷偉就問說 要求行政委員要對國人驗尿 是不是有以行受體術 這個廖偉翔就說 你宣仁都不來這個立委 沒有去參加食安會議 就不重視不在乎這樣子 因為學員說 是你叫我來立法院備許 我真的沒有參加食安會 對啊 那你叫全國國人 驗尿你看看 如果這政策實情下去 我們就依照你做的 看到底是誰會被罷免 誰會被罵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不要每次 然後天主跟陳建人之間的事情 關你什麼事情 然後你在議會上面問他這些事情 是要幹嘛 然後有些議員為了掩護同行 而是說因為陳建人有一次 罵了一個議員說你是外行 因為他罵那個 他那食品檢驗 他就說通通要檢的意思 然後那個陳建人就專家 跟你講說你這外行 食品檢驗不是這樣子檢的 結果有個上來立委 就問陳建人說 陳建人你會不會養豬 陳建人說我不會養豬 然後立委就說你也不是外行 你為什麼可以罵那個人外行 我覺得這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真是荒腔走板到了一個地步 我坦白講 那你去看那個那個轉播 你就覺得這個立委到底有沒有滅書 然後三百四四天沒有參加實安會報 每天都是被你叫去立法院嘛 所以才沒有來 所以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副總統你這帶頭 就提一些奇怪的意案 我剛剛也藐視國會 那你我贊成啊 溯及既往好了好不好 毛政府的官員罵過這個 被被這個罵過這個民進黨 或是國民黨的官員的人 通通也是不是要要送刑罰 通通這個然後這個行政院 罵過立法院長 是不是也要送這個藐視國會 這才真的藐視國會 行政院發文罵立法院院長 是不是藐視國會 這才是藐視國會嘛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亂搞一些 現在我們講比較正常的 也只有韓國瑜 韓國瑜在往正途走 然後其他人在往外道走 真快受不了了 金門海巡取締中國違法的三無船 越界翻船事件 那因為現在傳出說 中方要求我們的海巡人員 要去中國接受訓問 結果海巡署長證實的確 是有過這樣的要求 來 瑞哥看情況 中國的要求可以說是親門大戶 但是因為剛剛我們也討論 這些國會立委 新科的立委表現荒腔軸板 那這些立委是不是幾乎也是立場 是站在中國那邊 對 沒錯 那麼海巡人員 昨天海巡署長中美五 因為他說有雷達軌跡影像 這個等等 結果馬上就有人 把他所講的影像 兩個字無限放大說 你不是說市民海巡人員 在追逐過程當中來不及 那麼那五分鐘來不及用V8的 這個錄影帶 錄影機把它拍攝嗎 為什麼說有影像 然後現在又說影像在這個 金門地檢署那邊 這個影像指的是那個 雷達軌跡的影像 這個影像指的不是 真的用拍下來的影像嘛 不過你看現在這個海巡單位 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都會被人家無限的扭曲跟放大 所以你們的發言要跟人家小心 雷達軌跡為什麼要交給 這個金門地檢署 因為就是要 那麼說清楚 這三無的這個船舶呢 確實入侵到我們的 禁制跟限制性水域嘛 那當然中共現在的講法 國台辦講說 我們不承認你們有這個東西 那我問你們 你們如果不承認 我們也不承認你們 那你憑什麼中共的海警船 海警人員可以登上 我金門的這個等於觀光船嘛 因為很簡單 兩岸因為敵對 他又不承認我們是我國家 但是又敵對 又想要這個來往的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這些矛盾嘛 那你沒有發現 這次中共並不是想 趕快把這件事情給解決 和平解決就和解就算 沒有 過去七次 那麼海峽兩岸 過去七次的意外事件 那不管是來台灣的 或是我們這個 比如說千島湖 大家都釋出某種程度的善意 不管這個善意是真是假 還是吸引的 但你可以發現中共這一次呢 最近昨天這個等於說 民進黨的立委還提出一個 我們聽了以後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 海巡官兵就算是追逐他們 然後呢 可是他們意外翻船 是兩條人命死了嘛 再怎麼樣基於人道精神啊 我們海巡官兵每天都有去 他們的領位前面上香耶 他們的國台辦沒有耶 沒有還禁止他們的死者家屬去上香耶 我跟你講那為什麼 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的話 你國台辦真的是可惡之急 為什麼 他用政治凌駕於一切的司法 他沒有要跟你談 對 所以他才會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 朱鳳蓮才會談出說 只要承認九二公司一切好談 那麼他們會 你可以發現竟然還說要把我們四名海巡人員 要說啊拍天啊 就是要把他直接遣送到中國 接受他們的審判啊 所以他才會出現那個所謂的 道歉認錯 然後賠償外加逞凶 你當作我們台灣是怎樣 台灣真的是你小孩 台灣是你管理就對了 台灣是你的奴才就對了 你當作台灣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如果 如果我們海巡人員 那麼如果真的有做 你是故意把他撞的 你說謊 那把他全部遺送法辦 這個我沒有意見 如果你說謊沒有意見 你執法依照執法的方式呢 那麼我們按照海巡也好 消防也好 警察要我們完全站在你們這邊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看不到任何我們海巡人員 有違法之處 而我不懂的是 為什麼同樣是台灣人 那麼在野的人士 竟然是站在牢獲那邊 對 因為現在的這個藍白 他們就說 這個這次海巡是撞船 這個高晶 這個擔任招委 要提出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其實我們看到 國民黨的立委 陳雪生也說 這個今天就是呢 大象跟螞蟻在談戀愛嘛 傑民哥 是這樣子嗎 台灣需要談這種戀愛嗎 對 這件事情非常荒謬 我們來看這個內容 你來品嘗一下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他說你有看過攻擊跟詐門 在談判嗎 誰跟誰在談判 也來把這個談判 當作攻擊跟詐門 那我這樣講好了 全世界不要WTO了 全世界不要什麼衛生單位 什麼WHO了 因為有些國家是攻擊 有些是詐門 這個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這麼說的 好 接下來要說一句話說 因為這個談判呢 這個攻擊把詐門一口就吃掉了 意思說呢 台灣很小啦 你不用談 那你幹嘛當台灣的這個立法委員呢 台灣那麼小 好 但是我覺得最誇張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呢 他就說我們其實 真的你注意到 中國是這樣喔 他障礙解除之後 他又新的障礙一再搞 所以他每次談判 都丟出新的談判 所以我們很努力要跟他談判 結果你知道什麼 他說哎呀 你不要覺得你委屈啦 就像大象跟螞蟻還可以談戀愛 再看一次 這就是我們的立法委員的水準 大象什麼時候可以跟螞蟻談判 好了 那你知道這還不夠誇張喔 最誇張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說 這件事要忍耐啊 法律歸法律 但人死為大 對不起 對不起這就是一個法律事件 要不然要有立法委員幹嘛 你立法委員本來在立法院做的 就是針對司法的問題啊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現在要是 這個這個內容在做什麼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了 因為最近兩會 兩會又在說了 好他們現在的軍事武力 要提高到多高了 然後最近要決定了 要把這和平統一要拿掉了 好那今天還有一個新聞是什麼 趙春山也跟著去喔 他說如果台灣不能務實處理的話 中國對台灣動武 他一點不驚訝啦 看得懂了吧 台灣這樣不叫務實處理喔 這什麼遊戲 在做一件事情什麼 國台辦已經下不了這條街的 因為國台辦把這個事情 鬧得進來 中國已經沸沸揚揚了 結果現在發現到一件事情 越講下去 好像他們越理虧 所以他們只好怎麼講 那我們就動武吧 沒錯 所以呢當然這時候 陳雪申就得到這個命令啊 他說你看如果動武的話 對方就攻擊次要炸門 今天我們務實討論一個議題 這已經談過很多次了 我現在看到這個有個畫面 是台灣的漁船去拍喔 那畫面超驚悚的 中國的那個小黑金剛啊 他直接直衝我們的海巡署 對 衝撞我們的船 直接衝 那請問一下那畫面 囂張欸 真的 如果你今天沒有看到畫面的時候 還真的不知道 那而且不只喔 其實是他們囂張 是 而且不只一艘 他在衝撞的時候 後面兩艘還在那邊圍攻這個海巡署 那海巡署就一艘艦 圍了三四艘 這些畫面難道國民黨不知道嗎 肯定知道畫面都曉得了 所以回頭我們看這件事情是 今天的問題就出徵結蛋 中國說什麼 國民黨就跟進 中國在花另外一個 一個表徵的時候 國民黨就加碼 那我請問一下 那你這個立法委員 到底是中國共產黨的 還是台灣的 這也是引起大家的懷疑 是的 的確 有的人說得利 有的人說實力 如果大家都要說實力 這叫黑道在處理事情 什麼叫黑道處理事情 兩方時間沒有共識 不知道三公里六公里到底在哪裡 國台辦挑戰跟你拌勻 說抱歉沒有這條線 說你是台灣暴力 說你們在執法的過程 他像之前執法兩年後說 他說在追撞的過程 你把我的專案撞到 所以為什麼 現在不要說法律了 要說實力 這就是黑道 小弟出去手指頭被砍斷 回去叫老大哥出來抗議 來 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阿強現在就是這樣 用議論 用法律的方式 要來把台灣抗下去 你要抗 我們紅棍的中央 撞下去 不要讓抗下去 結果想不到 竟然是自己的手在刺自己 我們台灣的仔亞黨說 實力不好 不要跟人家大小生 這柯文哲說的 這個叫做陳雪昇 他說挑戰 人家用公雞跟雜蒙 叫超美人的雞工 如果要這樣揚揚 以後看大家 穿雞算比較多 看上錢比較多 看上錢比較有錢 以後民主都賣算了 就讓那有錢的人去做就好了 你待會都這樣想 想台灣社會他的進步 你不就是 為了你知道社會沒有公平 你知道國家沒有對定 所以我們要努力 打造一個公平 正義的社會跟國家 所以人家要跟你們合作 阿強要去揚揚的時候 你不需要大小的影響 大小的影響 我們也很大小 不然怎麼樣 但是怎麼樣 他們現在決定 要用歐洲處理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的行政官員 態度很重要 海巡蘇只有三項工作 三項工作要點 捍衛海漿 保護漁民 取締非法 今天是不是取締非法 今天是不是非法漁船 産無漁船 今天産無漁船 非法漁船 來跟我們的海洋的時候 我們去取締 這叫取締非法 對 競然回來 去給蔡阿東這順 阿教委派漁船 蔡阿東說 你不對 超美人 多天比較冷 你叫這些海巡 另外沒想到 欸 我在第一季 我 你沒有多少錢 我在第一季 當時的來 四面八方 海上不是像台灣路上 還有青洋上 像海的時候 四面八方看不到落地 我會發想什麼事 我不知道 你說我去弄準 我去弄準 我用四面要配 嗯 我想到我家人 還有沒怕 上面還有 還有老公 還有老婆 我篩準 你一樣 我不吃飽很贏 嗯 結果回來 競然去給自己的人 檢討 灰心 對 失望 三大工作要點 取締非法 我勇敢地去取締非法 回來沒有鼓勵 還遭到責難 那我以後不是不取締了 我這三隻腳以後就斷一隻腳 我海巡以後看到取締非法都放行啊 對不對 歡迎從我們金門沿岸登陸 歡迎來這邊聽鄧麗君唱歌 歡迎來我們這邊吃這個金門特有的小吃 歡迎金門回歸 你在做這些事情 陳學生 高精數美 你什麼受用的嗎 唱賀中國 我感到非常的難過 你可以大力的考驗民進黨 質詢